我记得袁野昨天下午咱俩还沟通 因为你猜有可能是大比分 我说那我就猜个4比1 基本咱俩都猜中了 如果阿约维那个球算进 我就猜得神准神准的 昨天晚上看完比赛什么感觉 有点感觉不太像是我们想象的德比 是你想象的吗 不是我想象的德比 因为比起上海广州包括天津德比 咱们这个比赛多了很多温情 少了一些硝烟 但是当然有可能跟北京 我说比较包容 另外任何可能把自己位置摆得也非常低 赛前也没有说跟官去叫板 而且双方实力 我说随着两个球之后 直接就把任何给打崩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官来说 不要过于想到一场大胜 就当成一场正常比赛 对任何来说也不要觉得 在德比战中输了一个大比分有多丢人 后面的比赛还长 希望两支球队还是按照自己 既定的一个战略方针 像任何扎扎丝丝的保级 国安还是说顺着这三连胜 把自己的势气保持下去 有的小问题赶紧解决 因为我们为什么说 有的人说不像德比 因为之前就大家探讨 北京德比什么味 什么味道 其实我觉得你看跟上海跟天津 肯定是不一样 因为这是后来居上者 属于财大气粗的类型 广州福利他踢得又好看 而且有自己的特色 北京任何毕竟是第一年 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 而且很低调 所以第一年属于这种 有点拜码头 对有点小弟拜大哥 你看三千 你看双方赛前出的海报 也是基本上 一看胜负以分的感觉 人和当时说胜利属于北京 人类属于北京的 然后国安一个1992放在那 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 当然了 这个是今年第一次 真正意义的京城德比 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估计一年跟一年的答案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先回到昨天的公体 跟大家重温一下 现场有五万多名观众 五万三千名 五万三千名 我们来重温一下 那个令人激动的公体职业 2018赛季的首个主场比赛 时隔半年之后 再次在公体亮相 职业联赛历史上的 第一次京城德比 昨天晚上 国安队员们感受到的压力 要远远都于一场 普通的中超联赛 我们场上每一个处理球都紧张 那个神经崩得非常紧 而且是害怕造成失误 被对手打反击 对手的反击非常犀利 我们都是集中了120%的精神 去对待这场比赛 我们也有一定的压力赛前 因为毕竟是同城 也是想取胜 在自己的主场 如果有任何闪失 对我们来说 也是压力很大的 重压之下 玉联军将以怎样的态度 去面对这场德比大战 无疑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作为国安队的场上队长 奥古斯托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比如这次摔倒在对方禁区之后 巴西裹脚迅速起身 回追到中场完成抢断 奥古斯托的这一举动 立刻赢得了球迷的认可 只不过在场面上 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玉联军却迟迟没能打过僵局 反而是北京人和队 利用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 给国安队的球门 制造了不少威胁 比赛的转折点 出现在第42分钟 奥古斯托为国安队 赢得前场任一球 索里亚诺用一记 完美的直接任一球 打破了比赛的平衡 确实跟这种对手打比赛 可能定位球是很关键的作用 因为破密集防守确实很难 通过定位球得分 确实被我们打开了 后面进球的一个通道 下面场也是被我们 短时间内打崩了吧也算是 一边之后 国安队完全掌碰了比赛 先是余阳利用脚球投球破门 随后比埃拉也收获了 他加盟国安之后的手力进球 中场结束前 比埃拉又为球队赢得点球 西班牙人慷慨地将 主打资格让给了余大宝 这也让出场时间 严重受到新政影响的余大宝 打开了自己新赛季的进球账户 最终国安队以4比0 赢下了德比战 不过相对于四个进球 主角内施密特更看重的 则是球队又完成了一场零风 我觉得我们在防守端 做得非常好 大家都注意力都非常集中 我们整条后防线 在对对手的反击进行防守的时候 都做得非常出色 我们几乎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这个零风是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零风 因为毫无疑问 现在我们稳固的防守 是我们胜利的基石 所以这一点我也感到非常满意 还是恭喜我们的小伙子们 在赢下北京得比之后 国安队已经好取三连胜 首战不敌山东武能的阴霾 正在逐渐散去 而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 球队的比赛风格 也重新回归了北京球迷熟悉的传控打法 这样的一支育林军 显然值得球迷更多的期待 确实第一场打完之后 我们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包括现在新的奥远别拉 很快的融入到球队 后三场比赛 他的串联 他跟奥古斯托 老朴 包括持中国 包括前场的小伟 苏利亚诺 他们的串联 对我们的中场包装很大 而且对对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这是我们更稳定的一个打法 而且我们会在后面的比赛 越变越好 也是形成更稳固的一个打法 体育频道记者报道